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接着跟大家讲2018年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的实务 我们专项模拟的这个第一套题的我们案例的第一个题 我们来看看背景 我们简述这个市面板和市面砖材料的符点内容 这个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没有筑题的模拟一些背景 因为它的这个最后的重点还是这个考试的题目 这个题目里面显示的一些知识点 我们把这些知识点把它抓住就可以了 对于面砖的这个材料符的内容是经上出题 我们来看看 这个面砖里面注意在室内的时候注意化干石 谈到室内就是放射性 所以我们的放射性是对室内的 那么我们的面砖里面我们有水泥 这个水泥是专体用的水泥 对临界时间安定性 特别对抗压强斗要进行服务 然后我们面砖贴在墙上 是吧 那么大家注意外墙里面 注意我们的陶瓷的它的外墙的什么 吸水力 还有寒冷地区注意抗动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 这几句话呢 机场出气 下面我们面砖里面安全和功能的这个检测项目内容 这个大家注意 一个是后置埋进的拉拔强度 一个是粘机强度 这个两个 下面对于面砖里面的指向问题和原因 这个注意答题模板 在我前面的斑别 跟大家讲了质量问题 程序性和飞行问题的这个质量问题的模板 今天的新门教材在这里做了一些新的调整 所以引起注意 对于面砖的这个 它的质量问题 这些问题能够要能够打个四到五条 它的原因 你把问题搞明白了它的原因 这个原因其实也比较很简单 原因和问题是一样的 原因就是没有这样做 做得不好会有问题 问题是把这个中性化的把它提出来了 下面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进度计划的 进度计划里面的这个六参数 对于我们 在我的摩考亚体一和摩考亚体二里面 都做了模拟 那么对于六参数的题目 在我们一级见的诗 从来没出现过 所以我在这里 作为摩考专项里面 我们把这个题目提出来 就是说 针对于我们有的进度计划的期 没有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用限度时差看不出来 那么我们只有一条方法 就是六参数法 所以遇到这种题目 不要轻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方法花精力和时间 给出一个网络图 给出里面的时间 问大家这么几个问题 计算过工作的六参数 一种是我们让大家算六参数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把六参数的好多参数给大家 适当的有些参数 让你去做计算 对于工作A3 对于工作B3 对于工作C1 由于设计变更 推迟了五天 A3由于设计变更 那么这个A3呢 那么当然这个责任是有业主的 那么影响我们后面的 我们的工期 那么看总时差 影响后面的最早开始 就看自由时差 所以我们要计算这个A工作的 A3工作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那么下面C1工作 是吧 由于新增共同量 造成的时间 对于 推迟的对于 就是30天 影响这个 它的工期和最早开始 那么也是 让大家算总时差 就是 下面 我们一个问题 以至M等于3 那N等于3解除我们的 景前景后工作关系 会指 其实这个题目呢 就是解除一个M等于3的 这个题目解除M等于3 三个松弹 N等于3 我们这个图呢 其实我已经跟他画出来了 解除M等于3 一弹做完做第二弹 第三弹 是走组逻辑关系 工艺逻辑关系 A做完做B做C 是一种工艺逻辑关系 所以大家注意 这种工艺和走组逻辑关系 画图这个已经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对于这种题目呢 六个参数 能够计算 每个工程的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从开始 顺着建筑用加发 然后我们最后 算最后的工期 然后计算这次实验参数 最早完成 用减发 算这次开始 所以逆着间线 我们取小值 顺着我们在计算 这段实验参数取大值 到着是逆着的时候 取小值 然后两个数 水平相减 总实差 自由实差 后面的开始 减前面的最早 我们后面的开始 最早开始 减前面的最早完成 所以这个六个参数 刚才我们说的 A3工作 你看A3工作 它是A3工作做完了 像这些比一工作 像我们的CE工作 像这些工作的 它都 它的六个参数的总实差 和自由实差 花一定的时间 把它做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影响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你看看 这个题目里面的 这个推辞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注意 这个单位是周 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里面 首先我们计算六个参数 下面我们来看看 对于A3工作 影响后面 因为A3工作 影响什么呢 A3是个什么呢 是个关键工作 它这个推辞了五天 所以影响五天 下面我们看看 C2工作 C2工作 大家注意 那么C2工作的总实差 大家注意 C2工作的总实差 这个是C2工作的总实差 是3 C2是差 3呢 是三周 大家注意 这个三周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里面 这个 应该是 这个是 这个题目 这个地方是C1工作 C1工作 你看看 C1工作的总实差是4 C2是1 所以我们说 这种影响是C1工作的 C1工作的总实差 它是4周 它这4周多少呢 大家注意 总实差4周 大家注意是28天 28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我们 托辞了多少 是30天 它影响工期多少 两天 两天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题目 你看看 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这个C1工作 是一周 是吧 你看看 这是一周 自由实差 是一周 这个一周是多少天呢 一周是7天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推辞了30天 自由实差是7天 30减7 23 影响我们警惠率 这一招开始 影响警惠 这一招开始多少 所以大家注意 单位 前面题目背景里面 给出的是周 我们这个地方 问的是天 那么推辞的时间 与总实差进行比较 是否影响工期 是否影响警惠的 最次开始 与自由实差进行比较 是否影响警惠的 最早开始 那么这种题目呢 它实际上要 带大家 计算这些工作的 总实差和自由实差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来计算这个 总实差和自由实差 那么特别是 这个自由实差 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去做 这种方法 我们用六参数 是最直接 所以这个就花点时间 这个注意这种方法 下面我们 私工进行的计划 按编程对象的不同 可以分为哪几类 现在我们的这个建造师考试呢 也开始出一些简单题 给出我们的这个计算题 比较简单 所以像这种简单题 也要进行备考 我们进行的计划 按编程对象 从大的到小的 有总进行计划 总设计 总进行计划 单过程有单过程进行计划 对分布的 我们有分布 对这个分阶段的 分布的 我们分布分项的 注意 下面我们进行计划 有控制性和我们的作业性 什么是控制性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总进行计划 你比如说我们的分阶段的 子项目 包括联合计 都是控制性 所以你能够识别 控制性和作业性 什么是作业性的呢 作业性的 你比如说分布分项的 你比如说月和巡的 是作业性计划 能够区分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 用于检查浑土的强度的事件 我们事件的留置 对于浑土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交足地点随机抽去 这是个基本的 每一波盘 一波立方米 我们同一盘的 不足一波盘的 我们抽去一次 如果连续 当一次连续超过一千立方米 我们每两波立方米抽一轴 所以大家注意 注意超过一千立方米 如果在一千立方米内 我们按一波立方米一轴 超过一千立方米 按两百 后面第四第五就不输了 给出一个重体的背景 是吧 我们按说的 九百九十立方米 一千九百九十立方米 是吧 如果一九百九十立方米 除以一百 除以一百 我们是九点九 取整十走 一千九百九 那就最终以两百为基数 那算出来的 那么也是多少呢 也是十走 所以这两个 因为它的基数不一样 数字 这个不一样 最后取的走数还是一样的 都是十走 下面我们看看 对于混同的蜂窝麻面 它的原因 至少五项 对于这种题目呢 这个大家去参看 我跟大家讲的 金江班 习弟班里面 讲的这种模考的 这种 这种答题的步骤 专门跟大家讲的 对蜂窝麻面的原因 是吧 以后来回答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的答案 对于参见我的金江班 习弟班 跟大家讲的 一种答题模板 是吧 4M11 然后这个 这个供应的流程 然后相关性 是吧 我们的精炼 是吧 每个地方打两三条 大概有上十条 所以注意我的答题模板 那答题模板 在我的前面的班别 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个专项模拟 就是我的包子五了 包子五 我在前面讲了四个包子 金江班 包子一 我的习弟班 包子二 冲子班 包子三 我们前面的模考 要听两套 包子四 就是第五个包子 所以我们在我的金江班 讲了很多的答题模式 在质量里面 注意 这个点 不要使记 这个教材里面有九个点 把这个九个点拆开 下面我们进攻念搜 应该具备的条件 进攻念搜 这个看看就可以 这个内容在我们的 这个项目管理里面 看看 重点注意 我们进攻念搜的走资和程序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是吧 这个走资 大家注意 我们有五句话 总共从走资到程序 首先大家注意 施工单位 首先自检 单位过程完工以后 施工单位 这个自检 是吧 资料 是吧 分标 把资料移交给总包 总包 这个移交 然后在参加念搜的时候 所有单位都要参加念搜 然后大家注意 我们施工单位 之前合格以后 然后我们总监 来走资 专监进行什么呢 进攻的 单位的预念搜 预念搜 我们对一些问题 要进行整改 是吧 然后总监 我们签一个什么呢 一个质量评估报告 我们总监做一个 我们一个质量评估报告 是吧 所谓预念搜 做完了以后呢 施工单位 再向建设单位 我们提出申请 正式联收 那么正式联收 有建设单位 有建设单位 收到这个申请以后呢 我们有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是吧 来走资 正式联收 走资 正式联收 这些勘查 监理 我们施工 所以这些单位人参与 是吧 特别注意施工单位 我们在负责参加的时候 施工单位技术质量 大家注意负责人 而且有分包工程的 总包和分包都要参加 所以这个经常出题 是吧 我们自检这个环节 我们预念搜这个环节 我们正式的环节的念搜 是吧 这些相关的问题呢 经常出题 这个应该是重点 下面我们单困难合格念搜的 这个内容 这个有五条 这个五条呢 非常经典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 应该能够默许 以简单题好好地备考 以简单题 因为这个内容呢 我在前面很少 让大家去实际一些内容 因为有些内容呢 以灵活地处理 用自己的话 结合教授的话 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这个内容呢 比较经典 对比较经典的语言 大家在做简单题备考的时候 你就按教授的语言 因为这五条话 是一首古诗 所以这个 单困难合格念搜的 这五条容易去简单题 注意 一条一分 五条五分 一种考试 把这五条洗出来 一种考试 告诉你两条 补充三条 所以这种题目呢 希望大家注意 单困难合格的 念搜的走资和程序 和单困难合格的内容 今天是个热点 我认为这前面一个题 和这个题呢 今天会考一个简单题 下面第七基础 走资练搜 局体结构 练搜的人员 大家注意 高高我们 在练搜的时候 这些人员 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第一基础和局体 都是由总监来走资 或者建议当中 向负责人来走资 这些人员 是吧 我们建议当中 项目负责人 设计当中 项目负责人 对于我们地区基础的 勘察当中 项目负责人 对于实工单位 技术 怎样注意 项目负责人 要参加 对于主体结构 非常类似 也是很类似的 主体结构呢 它的勘察部门 不一定要参加 所以这个主体结构 和我们地区基础 的走资者 参加的人 非常类似 下面对于 我们来看看这个 对于一般的 隐蔽玻璃 这个木墙 是吧 我们有一个 允许偏差是两毫米 在练书P的时候 有两个检验P 过初出了 一个检测点 第一个检验P 我们达到90%合格 这个偏差呢 我们是一般项目 举控项目 是百分之百的要合格 对于一般项目 达到百分之八十 在前面我们讲的 那个钢筋 薄层是非常特别的 百分之九十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位置偏差的 百分之八十 是吧 我们达到百分之七十 也可以两次抽减 总共要在百分之八十 那么我们对于一般项目 是百分之八十 我们来看看 最大的偏差 三连五 因为你看看 一般的 我们的偏差是二 最大的偏差 我们不要超过大家注意 一点五倍 超过了一点五倍 所以第一个检测点P 这个合格的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可以 但是这个最大偏差 超过了一点五倍 第二个 检测点P 百分之八十二 可以 达到百分之八十都可以 最大偏差 你看 二点八 是它的多少呢 一点四倍 在一点五倍的 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第一个批次 我们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我们这段都是一般项目 达到百分之八十 最大的偏差 不要超过多少呢 一点五倍 第一个 我们是不符合要求 它不符合有两个问题 百分之九十是没问题的 最大偏差 最大偏差不符合要求 第二个 第二个 它的最大 它的这个百分之八十是符合要求的 最大偏差也是符合要求的 那么我们这段都讲的是一般项目 如果大家以后考察主控项目 像我们的钢筋 它的数量 它的位置 连接方式 非常重要的 都是一般是主控项目 那么主控项目是百分之百的满足 这个地方主要偏差是对于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 我们常规的有两个点 我们要达到合格力百分之八十 我们的最大偏差 不要超过规范规定的一点五倍 所以它有时会设置一些表格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考十操题 考一些表格 表格里面搞 这个搞二十个点 或者说搞十个点 搞些合格和不合格的 让大家散散这个合格率 看看这个偏差 所以大家注意 这种题目它的基本原理 这个都在我们的规范 在我们的这个要点里面 下面我们现将混合的外观 这个外观大家注意 这个外观垂线 毕竟是外观 所以我们实用单位 所以这个区域方案都是实用单位 认可监理和建议单位 一般的认可单位都是监理和建议单位 这方面特别跟大家强调 对于我们有裂缝 连接部位 以及影响我们安全的严重缺陷 我们应该有设计单位认可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有时在考试的时候 做这个方案以后 马上做这个后面进行处理 一定要通过我们语言的设计单位进行认可 包括后面我们的监理和建议单位 对这个尺寸偏差 我们实用单位做方案 我们的监理和建议单位认可 我们设计认可 所以一般来讲监理设计 这个都要认可 这个说法正不正确 正确 我是顺利 所以我是这样 人为的这样去设计的题目 考试的时候 也是一个背景 往往是错误的 或者说有问题 让大家改正 我们来看看 对于我们的分包单位 总包单位 监定单位和建议单位的资料 又或移交 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移交的时候 我们有个规定 专业分包单位 在移交的时候 专业分包单位 那么把资料移交给总包 总包把这个资料移交给什么 一个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再把这个资料 移交给什么 党管 这个 就是对分包单位 第二个是总包单位 把资料移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移交党管 第三个呢 监定机构 把一个移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给党管 最后呢 建设单位 在三个月以内 移交党管 这个题目呢 是我们2017年的 二级的一个语言期 当时我们给的标准答案 就是这样给的 其实有的人就说了 有的人就这样说一句话 分包一个总包 说一句话 总包移交给建设单位 第二句话 然后我们的建设单位移交给党管 三句话 然后监理 把档案移交给建设单位 四句话 但是我们的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做的 你看看 它是重复再重复 这些答案 是吧 分包移交给总包 总包移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移交给党管 你看看 总包一个什么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也要党管 建设单位一个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也要党管 它后面再重复 希望大家注意在做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时评分标准就是这样干的 所以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题目 要引起注意 这是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的这种资料移交 特别是专业分布单位资料 要以一个总包 总包再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 三个月内移交 这是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案例的这个题 下面我们看看第三 背景资料里面的第三个 一般的出题是安全的题 安全的快速的说一下 简式三件教育 四不放过三维 这个要能够洗出来 什么叫三件教育 什么叫四不放过 什么叫三维 这个基本 下面我们看看 超过一定规模的分布工程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要进行认证的 你看看 对于基坑 大约都是五米的基坑 高支模式818 对于我们的面贺载 15千牛 对于线贺载 20千牛 那么对于吊装的 我们常规的是100千牛 对于我们的这个 非常规的是100千牛 对于常规的是300 高度200米 我们的落地角色架 注意大约等于50米的落地角色架 对于我们提升高度 整体性的是1.50米 对于我们的悬条角色架 注意这个悬条角色架 就是20米 大约等于20米的悬条角色架 对于我们的木墙 是50米 对于我们的钢结构 是36米 对于我们的网架 36 这个网架是60 对于我们的人工网络 超过16米 超过 后面是爆破了 拆除啊 像这些 特别的重要的 都要进行认证 包括我们的水下 我们私心 包括我们这些内容 包括我们现在搞装配式的 我们的装配式的 也要做一些认证工作 比较特别的 这个注意项目管理里面 认证的 和我这里不一样 这是卫大工程的 项目管理里面是讲的什么呢 讲的是安全生存管理条例里面的 所以大家注意都要进行认证 下面我们专心方案的内容 大家注意 要能够洗这些内容 一个专心方案的内容 大家注意 首先是概况 你在做的时候 做任何工作的文件都是概况 第二个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变成依据 做这个工作 它的时间 工期 进入计划 再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 自己的工艺啊 它的安全的保证啊 职能的保证啊 然后它的劳动力啊 人才机啊 准备工作了 是吧 包括我们的计算书 是吧 因为安全里面 这是计算乎子 下面审核签字的 反复出题 审核 是实用工单位的技术部门 来走职本单位的人 来进行审核 那么审批 大家注意 我们企业的 技术负责人 包括我们项目的总监 注意专业分包单位 和总包单位 是吧 所以这个签字的人员 大家注意啊 实行总包的 我们总包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 和专业分包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 都要签字 白考补业 下面我们 谁组织专家认证 总包 我们实用工单位 实用工单位里面 分为总包和 这个专业分包 由总包来走职 认证 下面我们 认证会的这个人员 认证会的人员呢 我们各个单位 是吧 建设单位 建立单位 实用工单位 和我们的勘察设计 大家注意 这个专家组的成员 五名湖 五名以上 下面 本项目的参见 来建立 建认单位 能不能以专家身份参加呢 不可以啊 要 我们是 跟这个单位 没有关联的 没有利益关系的 本项目参见的过方 不得以专家身份 来参加专家认证会 这个跟大家做顺利 今年的教材 他没有更新 按照这个老的 这我的经济办理 往课件里面呢 要求大家对新的 是吧 你包括这个新的一些东西 是吧 这个新的跟这个教材不一致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下面我们起重机 吊装 它的评分的这个保证项目 因为我今年的这个考装备室 所以对装备室里面 对起重吊装里面的问题 是吧 你看看 我们要做什么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在安全里面 我们考这种保证项目呢 一种是考比较软性的东西 一种是表示技术的 像这个比较硬的 考硬的里面 一定都有一个施工方案 你要注意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都把施工方案加进去 然后我们起重机 我们吊装里面 我们主要是起重机 然后起重机里面的钢丝绳 我们的锁具 我们的地毛 作业的环境 作业人员 所以人 里面的机械 里面的人 里面的环境 像这些话呢 这个把它搞满 不太容易 但是呢 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六七个点 能够洗四到五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 用手啊 经常训练一下 洗一洗 是吧 下面我们看看 对于楼层的平台 我们平台地方 我们的高度 注意一米八的门 这个门呢 一般的要防止外开 往外开 这个门呢 向内开 是吧 这个稍住一下 下面这个洞口 我们数项洞口 小如五百的 是吧 那么要进封闭 是吧 对于当锤子洞口 大于五百的时候 那么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 凝边的高度 我们不小如一米二 注意这个一米二的 防护栏杆 受栏杆 那么注意这个一米二 不要掉了 第二个呢 我们采用什么呢 安全利网 这是对数项的洞口 那么对水平面的 非数项的 首先我们胆边 它的尺寸 在二十五到五百之间 这个地方要求大家 对于小洞口 我们采用的办法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就是对盖板进行覆盖 第二个 大家注意 这个覆盖的时候 注意中横 第三个 一定要注意防止油位 就是固定 一定固定 要牢靠 要牢靠固定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问你这个小洞口怎么处理 有人就覆盖就完了 一定要注意 除了覆盖以外 这个盖板要进行中横 而且这个盖板要防止挪位 这三句话把它削起 说完整 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做案例的时候呢 这个二十分 很多人这个平时分都是十二到十三分 他没有做完整 注意答案要完整 这个洞口 如果大于一米五 大洞口 我们有解决办法 一个是防护栏杆 注意不小于一米二的防护栏杆 第二个就是 这个我们的安清平往 下面这种林边的 林边栏杆里面的 筑体的 有横杆立杆 大家注意 两道横杆上下距地面 注意这个高度 是一米二 是吧 中间 如果大于一米二 我们中间再做横杆 横杆不应该大于多少 六板 而且大家注意 这个防护 这个立杆的间距 不要超过多少呢 两米 注意这个蓝点 我们的挡旧板呢 一般的都是 一般八 注意这个搜据 所以对于这个林边的 这个栏杆的一些设施 做的顺利 下面我们立杆 设置的时候呢 我们承受的外力 这个一千流 这个一千流 就是任何一个方向 一百公斤的人 防护栏杆 我们做一些安全逆网 问你这些说法是否正确 都是正确的 考试的时候呢 往往是出现一个错误 让大家改正 这个案例的这个 我们这个专项模拟的 第一套的案例的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呢 就暂时讲到这里 后面内容呢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讲后面的内容 学生朋友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认词 按赞 认词 请不吝点赞 认词 按赞 认词